為什麼抖數盤上面呢 財博公的對面是福德公 當你的錢往外面丟的時候呢 你這邊就會增加福分出來 好大家好 這個動亂2020年啊 即將差不多要過去了 那這種紛亂的年代裡面啊 所有來諮詢的人啊 都會很想要知道說啊 自己要怎麼樣度過這個紛亂的年代 我自己個人一直認為啊 有一種事情啊 做起來啊 是效果最好的 也許他在短時間之內 看不到什麼成效 但長期來說呢 一定是一個最好的狀況 就是做善事 很多人會覺得說 你的人生的努力 你的成就 或是你的一切 是因為你自己努力得來的 那就好像命理我們常在講的 命理是人跟環境關係的推演 所以 個人的一切 所有的好與不好 成就等等的 坦白說 努力當然是一件事情 可是它不是 絕對的事情 也就是說 如果說你沒有一個好的環境給你 你也沒辦法再努力 台灣算是一個 相對其他國家來講啊 是一個很願意 為社會付出的 台灣的人啊 在有什麼災難的時候 大家都願意去捐錢 我們剛剛講的說 所謂的善行這件事情 講起來好像我們做了善事 可是實際上呢 我們只是去做了 未來可以幫助自己的事情 因為一旦我們幫助了別人 別人也就會有機會幫助我 那個人不見得就是一個某某某 他可能是整個環境 所以為什麼 斗樹裡面的 坐貴相貴格 醜味對拱的時候呢 做葵樂 這個坐貴相貴格 他談的東西叫做啊 你自己是天葵 你在外面就會碰到天葵 你自己是天躍 你在外面碰到天葵 你自己很幫助人家 自然而然外源就會幫助你 在這個 所謂的行善的過程中間 其實真正得到最大的利益 還是我們自己 不管是命理 或是各方面講出來講呢 我們覺得啊 最能夠幫助自己改運的方法 其實就是做善事 在你行有餘力的情況之下 你必須要能夠 幫助更多人回饋社會 財博公 對面呢 一定是福德公 我的錢往外面丟 捐出來往外面丟 為什麼 斗數盤上面呢 財博公的對面是福德公 當你的錢往外面丟的時候呢 你這邊就會增加 福分出來 比較好的情況啊 就是要有帶到 或是入存 那怎麼樣會有入存 你如果這邊沒有 怎麼辦從外面丟過來 這是我們在 那個改運的書上面 有講過的基本的邏輯 所以往外捐錢 增加你自己的福分 你把你所得到的 再回過來 讓你的環境變得更好 那你在好的環境裡面 你當然自己就會更好 這是我們在命理上面 談啊 怎麼樣增進福報啊 一個最簡單 而且最實際的方法 你希望長時間 你自己會運勢很好的時候呢 你要怎麼樣的啊 去幫自己不斷不斷的填好運 那有人會問說 那老師那捐錢 到底要捐多少呢 就是看心意 你知道嗎 怎麼樣要看心意 讓你捐到你自己覺得 哎呦 這樣捐下去有點痛 可是捐錢呢 可以得到很多的福報 一點點痛 這樣子呢 那個效果才會大 效力才會大 我們自己上課的時候 會不斷告訴學生這樣子的觀念 我們也會建議說 學會老師在剛開業的時候呢 他可能覺得自己 那個學得還不穩定 不好意思跟他收費 我們會建議說說 那他可以建議 建議客人 那你就去捐錢 因為這樣子 幫他 累積福報 也幫自己累積福報 幫好我自己 今年開始呢 我所 諮詢的錢 我所算命的錢呢 大概也都是捐出去 前年開始就是如此了 我們每一年的 固定的趨勢講座 我們呢都會把所有的收益呢 去做捐獻 今年二月的那個 就是預測了很多很準的事情 我們就捐了一幣給花蓮的一個中土之家 中土之家小朋友讓他們可以購買電腦 買很多東西 那小朋友可以用 今年呢 今年我們整個學會啊 發了一個很大的願 就是希望啊 能夠捐一台醫療車 給美諾醫院 最早想要發起 去捐救護車 他後來發現啊 除了救護車之外啊 事實上在偏鄉的地區啊 他們更需要是醫療車 一方面是救護車呢 捐的人很多 他在實際醫療使用上面呢 也很需要 可是如果說 我們可以提早的去治療 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等 有問題的時候呢 再去跑那個救護車 花蓮或台東這樣的地方 他們地很大 那人很少 他醫院的醫療資源 本來就不太足夠 老人家啊 他可能住在台東的某一個山上面 如果這個老人家他突然之間有什麼 病痛 或者是那個病痛又不到要坐救護車 譬如說感冒啦 是痛風發作啦 像老師我就有痛風 今年希望可以捐住這種醫療車 也就是說呢 一台車子裡面呢 他會有簡單的醫療設備 那可以載著醫生 載著護理人員 去花東地區 定期的去關懷他們 幫助他們 而不是讓他們呢 本來身體已經行動不方便了 或是交通不方便了 還比較大老遠的 跑來門路醫院看診 今年趨勢講座所有的收益 只要收進來多少錢 我們就會全部的呢 去捐住這台醫療車 大概兩百多萬 那如果說 門票收的不夠 實際上是一定是不夠的 不夠的部分呢 基本上 我就我老師我自己個人貼 我們把它抽到齊 希望今年呢 可以幫我自己 還有幫我自己的粉絲 書的讀者 我的客人 學生 我們可以大家一起來 冥基福報 未來的日子啊 我們可以越過越好 越來越順 2021年的趨勢講座就要開始了 那有興趣的呢 歡迎起來報名 順便來做公益 謝謝大家